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推荐一个三强的工具包 那就是这个东西 Chrome Go 这里面呢 是一堆工具啊 那我们首先呢 还是来到它的这个官方那个github的站点 然后呢 把这个zip包给下载下来 那你可以直接下载这个download zip 或者说你直接用clone的方法 给它把这个上面的所有东西呢 给它clone到本地 这边呢 我已经预先的下载好了 我们给它解压一下 打开这个文件夹呢 注意看一下 那这边呢 有个getupdate.bat 这个呢 因为我们不是getclone的 所以呢 这个就不操作了 基本上你不用操作了 直接进入到chromego这个文件夹 大家这里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的协议啊 各种翻墙的方式 比如说有brook 还有这个什么flyfly gofly away 还有什么london light socks 我都不知道啊 sr children v2ray都有啊 然后底下呢 有很多文档 就是对应上面的这种 科学上网的方式的一个简要说明吧 那我们挑几个啊 比如说ssr 进入到这种方式以后呢 建议啊 一般建议先把这个ip给更新一下 直接进入到这个ipupdate 因为它有可能有一段时间的话 它会去自动更新一下 这个呢 完全是看作者的 因为这些是免费的服务 所以呢 有可能会被强调 所以呢 我们先去给它更新一下 像这种 如果说你第一个更新不了的话 可以操作一下这个ip2 那这个应该更新好了 更新好了 我们就直接退出 这里关掉 这里加差 其实有个ip更新的说明啊 我们也给它给大家看看吧 其实就这两个脚本都是可以的啊 其实也没什么 最后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 更新完之后呢 我们来到上一层目录 直接打开这个扣端 允许访问 这边呢 应该已经正常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全局就好了 然后呢 来到浏览器 全局的话 我们这边就直接跟系统带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应该直接已经刷新了 Google已经刷新 我们再去访问一下油管 哦 这个速度好像很不错啊 来 我们来到频道里面去播一个看看吧 来 我们点击一下 我们先看个恰零的吧 打开这个详细统计 目前是两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 2.7 3千 3万 3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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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8 我们再拖动一下 这个速度比我之前 其他方式应该会快一点点 还可以 已经到4千了 基本上看720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SSR的模式 那我们再去找一个看一下 比如说Trogin Trogin同样的方式 我们还是先更新一下这个IP 不会这么败吧 每次这个IP都不行啊 2行就可以了 更新好了以后呢 同样的 我们还是回到上一层目录 直接 然后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关掉吧 把SSR给它关掉 推出 然后呢 双击Trogin Trogin呢 应该是它这走的是这个 我们需要设计一下这个Sox Sox 5 我之前已经设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直接跑这个 运行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着放 这里面可以看到 应该已经连接成功了 就是Request a connection to youtube.com443 让我们去开一个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已经断开连接 那可能这个Trogin这个模式 可能现在不可用了 那没关系 因为它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一个一个去点一点 比如说这个 brook看一下 不会吧 每次一都不行啊 OK 那我们把它推出 Trogin的话 看它这个估计比较麻烦 就关掉 看一下后台有没有在跑去 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来到这个brook 双击这个 双击这个brook2 然后呢 直接 因为它端口是2080 我们给它改成1080 就无所谓 如果是你2080的话 到时候你在这个代理软件 代理插件那边就相应去改动一下 启动 这边加弹起来 起来以后 我们这边还是选择proxy 刷新一下 因为这个做整的也提到过 因为它提供了这么多方式的话 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 有一些方式是不可用的 那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不行的话 你就试下其他的这个 上网方式 都是一样的 直到找到一个可以上的为止 我今天试下来应该 这会儿秋剑不行的 我下午的时候还是ok的 但是这个SSR速度 确实蛮快的 那有一些呢 可能也跟它的节点有关系 所以它这个速度也不是很理想 当然了这个呢 只是作为一个备用的方案 如果手头上没有其他工具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因为它 里面这么多种的话 基本上在同一时间段 肯定是有 肯定是肯定是有方式 可以进行可以上网了 那好吧 这个我们就不继续测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 要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去测试一下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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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